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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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记载的医治神迹 在前面两课 我们探讨了有关 得医治所需要的信心 与渴望 今天晚上我们将会看到 得医治所需要的行动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主耶稣宣告说 我是世界的光 因此在第九章 主就医治了一个生来下眼的人 让他黑暗的人生转为光明 借着这神迹 证明主的确是世界的光 凡跟从他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不仅使这人的眼睛复明 同时还让他由一个 膝盖即刻转变 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 这个医治的神迹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第九章一到七节 圣经说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吐垂墨在地上 用垂墨和泥 墨在虾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凤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 就看见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 那就是天生下眼的可怜 今天的经文里 在耶路上人有一个生来是下眼的人 在现代社会里 有一些国家设有福利机构 来照顾残疾人士 但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 并没有任何福利机构 来照顾残疾人士 他们在当时的社会 是没有任何的前途 他们一般怎么生存呢? 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 就是当乞丐 通常他们会坐在圣殿的门口 因进出的人很多 同时来敬拜神的人 都会比较慷慨 既有爱心 因此呢 所得到的援助也会比较多 这人既然生来就下眼 因此他从来不曾见过光 一直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下眼之人 有四种必然的痛苦 第一方面的痛苦是 知识之窗被关闭 有人注视他 他不晓得 身体虽在美景之中 他却一无所见 危险当头 他也毫无察觉 对周遭的事物 没有清楚 正确的认识 第二方面 工作之能被限制 下眼的人行动与工作 都必须小心摸索而行 虽然如此 仍会错误不断 终使此人天生自利过人 却不能充分的发挥正常的功能 第三方面 自尊之心受委屈 下眼的人必须常常依赖别人的帮助 在生存竞争的社会里 盲人永远是落者 这个天生的瑕疵便是如此 就算是他满有志气 可是天天坐在圣殿门口讨饭当乞丐 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多么大的屈辱啊 第四方面 快乐之源被堵住 长期生活在黑暗之中 生命浪费 死感屈辱的日子 怎么能有真正的快乐呢? 接下来 让我们看第二点 关键不是罪 是神的荣耀 有一天 主耶稣和门徒路过圣殿 刚好碰见在那里讨饭 天生是下眼的人 门徒就问耶稣 拉比 这人生来是狭眼的 是谁犯的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对于这个天生下眼的人 门徒最先关注的是罪 他们把苦难与罪牵扯在一起 所有的宗教都在探讨 人类为何受苦的问题 大多数的人都接受 罪与苦难是一种因果的关系 不错 事实上的确可以看见不少 自是其果的恶人 但是同时也有许多 无辜受苦的事实 因此主耶稣说 这瞎子下眼不是因为他犯罪 也不是其父母犯罪所借出的恶果 乃是要彰显神的作为 借此主将人无辜受苦的奥秘兴开 使那些无辜受苦的人 可以不再抱怨 也不再向命运低头 因为知道神拣选他们 做贵重的器皿 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 如果我们长期把焦点定在罪这个课题上 那我们就无法看见神所要彰显的荣耀 人类有一个通病 就是会把焦点放在不好的东西上 因此就不能透过问题 看见信心 看见希望 看见神的作为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确要从罪这个概念里出来 如果单单把焦点放在罪的课题上 是无法解决瞎子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定睛在神的荣耀上 才能看见神的作为 如果你眼睛看到的是罪 那你天天关注的就是罪 但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过犯 因此 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为我们流出宝血 并且从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已经把这权柄赐给了我们 神定义要透过我们 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活在一个罪的观念里 其实我们应该活在神的荣耀这个观念里 主耶稣不但解答门徒的疑问 还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他的解答 这使门徒不但信心得到益处 并且还得到实际效法的榜样 第三点就是信心需要以行动来表达 这段经文记载了虾眼得医治的过程 耶稣用垂默和泥默在虾子的眼睛上之后 吩咐他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动作 可能会觉得耶稣的动作不妥当 甚至会使侠子感到生气 虾子可能会这么想 你怎么能用自己的垂默 而且加上泥巴涂在我的眼睛上 还吩咐我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 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呢? 但在耶稣的时代 一般的犹太人传统上相信 用垂默是一种民间医治的媒介物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被蚊虫咬过之后 我都会吐一些的垂默 在被咬的患处 去摸一摸 来舒缓 所以呢 在古时候呢 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一般上认为垂默是医治的一种媒介物 那耶稣如此做 为的是使受医治的人 有信心去接受医疗 耶稣也曾用垂默医治 是波萨带的一个虾子 这是记在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此外 主耶稣也医治到耳聋 舌节的人 也用垂默默在他的舌头上 这记在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 所以对一个看不见的虾子 主耶稣需要用媒介物来激发病人的信心 这里耶稣用垂默和泥默在虾子的眼睛上之后 吩咐他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那西罗亚的水呢 是经过西西家王所造的水稻 从基顺七引进来的 祝盆节所用的行浇水里的水 就是从西罗亚池所取过来的 它象征神的供应与神的看顾 你可以参考 在以赛尔书八章第六节 那西罗亚呢 这个名称的意思是奉差遣 所以可以预表 主耶稣是奉天父 差遣到世间来做人类的救主 唯有他才是人类身心灵 得医治的全员 那么主耶稣不但是奉差遣 要带来医治 因为他是医治的全员 同时 这个西罗亚也说明了 神的看顾和供应 所以耶稣就吩咐 这个虾子去西罗亚池子洗一洗 而主耶稣特意要那虾子 往西罗亚池去洗 才能看见 试想一下 如果是单纯把这个泥给洗掉 耶稣可以让旁边的人 端一盆水来 给他洗就好了 可是主耶稣却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这是在考验他 他必须走五百米的路程 为西罗亚池子 距离圣殿 大约有五百米的距离 弟兄姐妹 这五百米的行程 是耶稣对他信心的考验 看他敢不敢行动起来 看他肯不肯顺服主的吩咐 如果他说 你让我洗 我才不洗呢 我没有那么傻 你那么折腾我 我不会去洗 那他就好不了了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中 也有这五百米的路程 这五百米 对你来说十分的艰难 你走 还是不走 你行动 还是不行动 结果匣子真的去洗了 并且可以看见 这匣子对主的吩咐 并没有怀疑 因此他得着了医治 信心实在是不问理由的 只问是谁说的话 若是神说的话 就无条件的接受 可无条件接受神话的人 实在是蒙福的 匣子能够看见 有两个要诀 第一 他相信主的话 第二 他顺服主的话 但愿我们也对主的话 坚信不移 同时又以行动 顺从主的吩咐 那我们属灵的眼睛 必定明亮 得以更多认识 神的心意 美国休斯顿 古墓教会 他的英文名称是Lakewood Church 那个创办牧师的夫人 他名字叫多底奥斯汀 那在1981年呢 他就被确诊为肝癌 转移不能化疗 那么他就出院 完全的仰赖主的医治 那世界有许多著名的医治 不得家都来为他祷告 但神迹并没有发生 有一天圣灵告诉他 别人的信心 不能代替你自己的信心 真正的医治 但是关键是你自己 对主真实的信心 信心是从上帝化而来 那他就把圣经有关医治的 四十多节经文找了出来 每天不停的宣读默想 不准忧虑 即死亡惧怕 进入他的心 一旦发现有负面思想 像毒箭射过来时 他立即破除抵挡 他饶恕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尽力补偿自己对人的亏欠 他相信主也医治了他的身体 因此就不应该一直躺在床上 自哀自怜 不论他多么的疲累 他都正常的参与服饰 两年后他的肝功能恢复正常 他仍然每天学习上帝的话 毫不放松 如今他已经87岁了 仍然在教会热心的服饰住 寿命已经从医院断定的几周 延长超过了39年 当时医生告诉他 他的寿命只有几个星期就会结束 但是没想到 因着神迹的发生 他活了39年 今天仍然活着 就如圣经中的那位匣子一样 多地奥斯丁师母 凭着对神话语的信靠与顺服 得蒙主医治的恩典 耶稣基督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这句话是曲子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 通过匣子得医治这个神迹 让我做出个人的反思 肉体的眼睛昏花 不可怕 可怕的是灵里的昏花 那最近呢 有一些教会面对异端的威胁 异端固然可怕 但事实化是比异端更加可怕 因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好些信徒会被事实化所拉走 面对异端 我们可以马上用圣经真理去纠正他 但事实化却会暗暗的使信徒 今天少祷告 明天少祷告 今天不聚会 明天就逐渐的远离神 主耶稣不但打开了这个匣子肉体的眼睛 同时也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 使他能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得医治的匣子 在任何压力之下 仍然坚持他所经历的事实和信心 他讲述耶稣在他身上 成就但又美又重大的事情 见证神的作为 弟兄姐妹 我们也亲身经历过重生 但是我们能不能像这位复明者一样 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呢? 盼望我们能够把对主的信仰坚持到底 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为主做见证 信心是要以行动来表达的 在此情况下 神迹可以随时的发生 因此我们的信心 一定要用行动来表达 唯有这样 神的恩典作为 随时 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 我们所服侍的人的身上 愿你们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